随着地缘政治的转变 我们要拓展香港的商贸和旅游市场 一定不能复略所谓地球南方 即是发展中的地区 如中东和东盟国家等等 这些地区的人大部分信奉回教 我早前也说过 要吸引他们来香港旅游 必须要增加有清真认证的餐厅食肆 最近特首也建议 要为阿拉伯业系的国家游客 提供一个更加友善的旅游环境 和整合一张提供清真食品的餐厅名单 其实旅游发展局的网页 一向都有一张香港清真餐厅的名单 但一个较有代表性的组织 就是负责签发清真认证的 香港回教信托基金总会 他们最近向传媒表示 已经向142间餐厅发出清真认证 亦希望到明年年底 将数目增加至500间 但清真认证的审批很严谨 从屠宰、清洁、烹调 以至所用的厨具 都要符合伊斯兰的有关规定 认证亦分几级 要视乎餐厅的厨房 是否同时准备清真和非清真食品而定 而厨师和厨房工作的人员 都需要专门培训 所以各个负责培训饭食业人才的院校 是有需要将清真饮食的元素 加入他们的培训课程 至于清真认证的费用 一般餐厅每年介乎2500至4000元不等 现在香港的中小型食市 已经不易经营了 政府应该考虑在认证费用方面 和员工培训方面 向他们提供一些资助 至于清真食品的制造 亦都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 有学者指出 马来西亚在清真食品产业方面 已经很有经验 而新加坡更加建立了一个 清真食品工业园 香港的食品工业 是有很扎实的根基的 香港制造的食品 在内地很有应受性 根据中国的人口统计 内地的穆斯林人口有3000万 而在SIPA 框架之下 原产于香港的食品舒黄内地 是享有零关税优惠的 我们的食品业 打开内地清真食品市场 应该有一定优势